第四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一个蔚来汽车 这个是在美国上市的 它最近呢 是在这个新加坡挂牌 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股价第一天还涨 它变成这个全球呢 首家三个地方上市的汽车的公司 它在纽约 上香港 香港到新加坡 那我觉得很奇怪呢 你既然在香港已经上市 香港跟新加坡又是一样的 这个市场都在亚洲 你为什么还跑到新加坡去上市 哦 原来的原因呢 事实上是为了人才 它计划在新加坡建立一个 人工智慧跟自动驾驶的研发中心 那新加坡你要看到这个点 就觉得很值得台湾注意了 就人家新加坡地点很小 只有700万人 但是呢自动驾驶 台湾自动驾驶有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 那它有AI 那AI的台湾 台湾不会输给这个新加坡 但新加坡就是 它利用一个研发的这个重点 我觉得那因为现在大陆人不能 台湾是禁止嘛 禁止这个大陆的公司 到台湾来做这个人才 所以在新加坡的话 作为一个人才的基地 那我的观察呢 就是说 新加坡现在在香港倒下来以后呢 新加坡绝对是亚洲将来的 一个新的一个 东方之珠 或亚洲之珠 这个第二个人才 像它这个人才 当然不是新加坡本地 来很多外地的人才 第三个新加坡的话 在自动驾驶 这已经不是电动车了 红海市电动车电动车 它是已经找到自动驾驶 那我觉得这个是令人耳目一心的 那特别它又选择在新加坡上市 我觉得原来原来是为了人才 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听谢谢坡之 виде 就 når我们看到我们的 在你和听 direction 分享搭當就 Kingdom shove